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秒 一秒 九全 他一秒 这个日子重圈能打九次? 很多 真的假的 一秒能打那么多吗? 真的 还有很多其他全世界里面 就这个一肌重圈 这个速度 这个片子 都已出现过 可能会有更多 认为这个李小龙是三十多年前的 但是现在跟这个肌肉训练呢 也可以更快 更准 所以现在是一肌重圈上个字快 横 准 日子冲圈是永春圈所有拳法当中 攻击速度最快 最为迅捷的拳法 在实战中运用的频率也最高 相较于太极拳的话圆的运动轨迹 永春则是更讲究中线原理 即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 这使得日子冲圈的速度远快于其他功夫 此外 永春圈简单 直接 讲究寸劲和人体的爆发力 这些都使得日子冲圈有着惊人的速度 就如射箭一样 就做这个日子冲圈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因为你想想它看起来速度其实蛮有力量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做这个动作是不是要做标准了 像比如说我刚刚试了一下这个拳 我这个指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摆 是应该转到里头呢还是 对啊 应该这样打吧 是不是这样打 好吧 你最容易出现这个超错的动作就是这样 为什么是错的呢 然后你轻轻把这个手机里压下去 有什么感觉 它会压迫到我的大拇指 对 压迫你的大拇指 这个是完全错过的动作 我们叫猫猫拳 猫猫拳 小孩子 所以不可以讲 我们主要是摸拳这个时候是四个手机扣起来 扣起来 大拇指扣到这个手指头第二节 扣到第二节的这个位置 对 这个是净确的这个动作 明白 不可以放在前面 也不可以放前面 放在前面 这个手又打下去 翻手指头 拜拜 所以放到里面也很容易骨折 对 放在外面很容易翻 所以正确的位置就是放在第二个指头的旁边 对 还有了 我们念这个时候是这个拳面 嗯 拳面 打出去叫手势 用这样打出去 我们自己念这个手势 先轻轻的 好的拳会太响的 对 好的拳是 蔫拳 打不响 就是蔫 蔫声音给蔫了 对 所以要把它打出声音 哦 明白了 好吧 好 那我们来 开始学吧师傅 今天我去教你这个一击冲拳 是第一个是 诶 这怎么感觉像在什么 台拳 玩一些什么 动作之类的 动作是 我们刚刚开始是有一个动作是 画旋 画旋 圆形 画旋 这个挺简单的 好 然后把手夹起来 夹起来 好 一 一 掉下来 二 是不是要在一条中线上 三 对一条中线 非常好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会了吗 会了 好 两个 打出去的时候这里也要放直 对不对 直的 好 准备好 一二 两下 一二 好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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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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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停下来 先停下来 好 我们先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手 这个脚关节 永远就是往地上对的 往地上对 哦 对 不可以这样 哦 我刚才是有点这样 对 很多时候最容易错的动作 还有镜头前面的观众 嗯 打出来的时候不要 不要这样 手指头翻起来 哦 又夹起来 哦 胳膊肘一定要往回夹 对 让它跟地面是对着的 嗯 保护自己胸 哦 是保护胸的一个作用 明白 对 好 再来 好 手前面 好 前后 好 打这个时候 最好有 如果有镜子这个时候 打自己的鼻子 打自己的鼻子 对 好 一 慢慢来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等一下 嗯 一二 一二 好 快点 一二 一二 好 好了 那现在要快一点点这个时候 会出现错误错误的地方 是什么了 是垂 嗯 对了 姐 我试一下 不不不不不 我们是 前面 是这 变了变了几样 对 好 好 上来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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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个 一二三 一二三 下来 一二三 好的 好 手指头放松一点点 好 好 刚刚开始打这个时候了 嗯 要把自己这个能放能收 哦 能放能收的感觉 对 你不用 往前 拉出去这个时候就不对了 因为我们打这个力量之后 往前会拉你出去 嗯 所以我们要控制好自己 哦 我知道了 打拳不一定只是攻击 你要找到收放自如那个点 才会来回的收到那个关键的地方 对 好 我知道了 好 现在我给一个点 你看看 打我这个手 嗯 好 前后 好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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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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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这样我这个手 为什么停在这里 因为你的手 往下太低了 太低了 对 所以下来这个手 我们是 手 四 一 这个圆形 这个地方是比较小 你变得很大这个时候 会变得很慢 对对对 动作越小越快 动作越大越慢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所以讲究速度快要把它 小一点的幅度 小的幅度 一二 一二 再快点 一二 好 慢慢来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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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控制好自己节奏 是 接个节奏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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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进我手 能最快了 好 再来 再来 好 准备 好 走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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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 好 停 这样子 现在我想给一个考核给你 好 我想你先试一个一击冲拳 五下 五下 是吧 好 先打空拳 好 好 准备好 走 一 要速度快一点对不对 先一下下来 我看看这个动作行不行 一二三四五 好 给你一点感觉 手指头 再扣多一点点 再扣多一点 再来 好 自己打到自己 再来 没关系 好 走 一二三四五 再来 一二三四五 好 现在我想给你打一下 可以往我前面打一个五拳 往后退五拳 然后我往前一步打五拳 再往后退一步打五拳 好 也就是先定下来 一二三四五 往后 一二三四五 然后在我这 一二三四五 好 续一下 好 准备 先原地的 走 一二三四五 走 一二三四五 走 一二三四五 好爽 打师傅 打我没问题 但是 有点慢 还慢 我感觉你的能力 可以再快一点点 再快一点 我想做得更好 好 我再快一点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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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 走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对 师傅 真的是 天下武功 我一快不破 我这个还得再练练呢 可以 那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呢 表现蛮不错的了 你刚刚学这个时候 这个节奏也绑挖得很好 所以是 有时一百分里面都有八十分左右 哇 谢谢师傅 所以剩下二十分就是要坚持 还有练习那个速度对不对 对 好 谢谢师傅 好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我今天是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这个速度与激情 哇 今天日子充学练完之后觉得很爽 当然不是打师傅打得很爽快乐 今天这个日子充学让我感受到了速度的力量 但是让我更加明白的一个道理是 速度它虽然很重要 但是比速度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停 这个停的这个点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今天师傅也告诉我了 其实一味的追求速度 它并不仅仅只是说我们武术要追求的一个道理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处事之道也跟这一招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人的欲望是无限大的 我们可能一直想要冲 或者我们一直想要去获取 我们一直想要去得到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中间停的那一下 反而是最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